国际焦点继续来看乌尔战争 乌克兰前线缺兵 CNN独家报导 乌克兰现在正在仿效俄罗斯 要在各大监狱里面向囚犯们募兵 目前已经有将近2000人 投入前线作战 只是大量男丁都到前线作战 也让许多原本是以男性为主的职缺 像是电车 地铁司机等等 现在都有女性来替代 另外在意大利举行的G7会议 美国跟乌克兰签订了 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不管是用旧苏联时期的 9K33黄蜂OSA防空系统 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还是用西方军远的 现代军武来助阵 乌克兰在前线武器新旧并用 美系苏系混合 乌军用动物园来形容 这当中凶猛的包含美国提供的 NASEMS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尽管外部军援陆续到位 但是乌克兰前线缺兵的窘境 只能靠自己解决 现在居然和之前的俄罗斯 瓦格纳佣兵集团一样 到监狱里向囚犯们招手募兵 由正规军员直接到监狱里招募 和每位囚犯面谈设合 乌克兰开放寿刑人 可以申请提前假释上战场 目前招募的五千人当中 有两千人已经入列服役 有人是为了报酬来的 也不像俄罗斯当时把犯人 当炮灰的绞肉机战术 乌克兰会先训练这帮犯人兵 还给出了完整待遇 根据欧洲平面媒体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 就撒下了四十万士兵 其中有十万在一千公里 长的前线作战 乌克兰整体兵力 却只有六十八万人 目前前线作战就占了二十万人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去年底就喊出 希望今年要再招募 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兵力 男丁都得往前线作战去 这也让乌克兰各地 有些以男性为主的职业 像是电车和公车司机 大学工 学而代之的就是女性 扛下着重责大任 缺兵又缺工 乌克兰内部问题 只能慢慢解决 外部支援依旧一个都不能少 在意大利举行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 十年之内 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军援 帮忙训练乌军 深化情报共享 类似现在的以色列模式 泽伦斯基还自曝 已经获得习近平口头承诺 不会军援俄罗斯 而这样的安全协议 乌克兰也和日本签了一份 同时G7还同意 用俄罗斯被扣押的 3000亿美元资产的衍生利润 在今年底以前 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问题来了 尽管钱还没到手 但是乌克兰已经计划 会用在战后重建 及国防预算支出 但是关于这笔贷款的 诸多细节都还没有解答 势必也会引来俄罗斯的不满 TVBS新闻综合播导 尼哈战争外扩效应 现在以色列跟尼巴嫩边境冲突 也有升温的迹象 尼巴嫩真主党12号朝着 以色列北部发射了 200多枚的火箭弹之后 隔天又加码发射大约40枚 尼哈停火协议至今仍然没有进展 哈马斯发言人则是在尼巴嫩 接受CN的专访 除了拒绝正面回应 是否后悔去年10月7号发动攻击 还说其实不知道目前人质的情况 一看到天空中点点火光 以色列民众精神尖叫拔腿狂奔 当时现场正举行 犹太教77节的活动 不料火箭弹大举袭来 以色列铁穹系统立刻启动 升空拦截 尼巴嫩真主党12号 才对以色列发射200多枚的火箭弹 没想到事隔一天 真主党再发射约40枚的火箭弹 锁定北部边界和加利利戈兰高地地区 尼巴拉提出了几分钟 前几分钟 调调负用的责任 说弹弹也被用成为攻击 以色列的防御力量 有几分的火箭弹 有几分的火箭弹 尽管有铁球守护 但以色列近期高温干燥残骸 还是在多地酿成野火 统计至少有十几个地方 发生火灾 消防员还得出动直升机灭火 而且不止北部地区 同天以色列南部也拍到 有火箭弹从加萨飞来 不过这枚火箭最终还是难逃 被击落的命运 晚间以色列还以颜色 黎巴拉南部一栋三层楼住宅 遭到炸烂量成死伤 值得关注的是 以色列这回不止使用空袭 还动用中世纪风格的同时机 对付真主党 说法是要烧毁 真主党成员用来藏匿的草丛 以离边境冲突扩大的同时 哈马斯发言人 罕见在黎巴嫩 接受CNN专访 却说不知道人质目前的情况 而当他被问起大量平民死伤的责任归属 哈马斯发言人同样 含糊带过拒绝正面回应 是否后悔去年发动攻击 哈马斯是一个团队 是否在7月7日 以后的事情发生了什么 我们正在生活了这些75年 像巴勒斯人 哈马斯高官能在国外高枕 无忧但加散的民众 却是无路可躲 抱怨不论哪一边的谈判 都是谈假无视迦萨人 8个月以来流离失所 过着像是吃沙土的生活 被世界抛弃 哈马斯拖了两个礼拜才说 美版停火协议还要再修改 以军当然顺势进攻 同步派出推土机扫荡 西岸地区 现场有卖饮料西瓜的摊商 一早醒来就看到摊位被破坏 但求场无门 只能自行承担损失 而距离加萨战场相当遥远的 美国大学校园 这礼拜还是继续上演 挺拔示威 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后 洛杉矶州大也爆发占领行动 并一度导致校长及教职员受困 学生又改为远距上课 而美国东岸也不平静 画面上被撒满红漆 写着反游字眼的是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 犹太义馆长住家 纽约市长亚当斯严厉谴责 强调不容许仇恨行径发生 但相关的种族争议 早已因为难解的以哈战争 继续在全球发酵 点新闻 纵组报导 美国上个月才刚把 中国进口电动车的税率 从25%提高到100% 而欧盟如今也跟进加税 欧盟中三预告以大陆电动车 整条供应链受到政府补助 恐怕损害欧洲车厂利益为由 从下个月4号开始要加征 暂时性高关税 最高课征48%的税率 飞适认为加税可能反而引发 北京报复性加税 引爆贸易战 在浩瀚沙漠上尽情甩尾 大陆电动车大厂BRD 推出的首款油电力皮卡 展现满满的肌肉线条 上山下海通通难不倒塌 身为新能源汽车龙头的比亚迪 光是今年前五个月 在大陆就卖出126.69万辆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6.8% 而且加上政府祭出的旧车报废补助 让车主纷纷抢着入手EV车款 现在有政府给到我们的奖励补贴 我觉得也是一个换车的好时间点 大陆内需靠补贴拼买器 扩大电动车销量 外销到国外也得靠补贴 压低售价抢供市场 但却在欧美踢到大铁板 欧盟最新宣布将针对大陆 进口电动车课征 暂时性高关税 欧盟周三预告计划从7月4号 开始实施惩罚性加征关税 根据企业此前配合调查的态度 税率有所不同 配合度较高的比亚迪 课证17.4% 吉利汽车20% 上汽则是因为不配合调查 最高课证38.1% 再加上欧盟原本就对进口电动车 收10%的税 这使得陆场EV进口关税 可能增加到27.4% 到最高48.1% 欧盟在去年10月 就正式展开反补贴调查 如今初步认定从锂电池矿区的原料端 到电动车制造 再到出口欧洲的运输过程 整条供应链充斥着北京的补贴 尽管尚未实施课税 但北京当局已经炮火全开 口头上强烈反对 欧方裁决披露中的认定 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 此举不仅损害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合法权益 大陆还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大陆企业的合法权益 许多分析师担忧 欧盟加征关税的这一个举动 不只可能会引发贸易战 也很可能会伤敌一天自损八百 从欧洲智库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欧洲销售的EV中 大约三十万辆是从大陆进口的产品 销售额高达一百一十一欧元 占比四成 成为大陆电动车的最大出口市场 一旦实施课重税 同样会让在大陆设厂的 欧美电动车企业利润下降 受到欧盟拟定加征关税的影响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就拿消费者荷包开刀 马斯克十三号宣布 预计将调涨Model 3 在欧洲市场的售价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带领来聊中年危机 这个词很常见 只是遇到的时间因人而异 根据调查 英国人平均大约是在35.8岁 就会遇到这个危机 可是意大利人却是平均到64.2岁 才会有情绪的低点 而其实不外乎是在中年的过程上 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生活经济 工作 家庭压力 都跟刚出社会的时候不一样 时常会更容易感到焦虑 有一胎了 第二胎快生了 现在压力就是在 除了工作压力以外 还有育儿压力 跟主要是在经济上的买房子的压力 这两个 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原本无忧无虑 只需要顾好个人生活 而现在肩上的负担 多了育儿 还有买房的经济压力 也要更加关注父母健康 张先生坦言 和刚出社会 那时的心态有很大的差异 二十二岁毕业的时候 面临的就是就业的压力 对 那我觉得这个压力差很多 现在就遇到可能父亲生病 然后可能小朋友的 就是确实是夹在中间 那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忧愁 像白头发这个也长不少 中年危机是个常见的名词 而这个中年是几岁 因人而异 大多接近四十岁时候 根据统计 英国人平均在约三十五点八岁 遇到这个危机 意大利人却是直到六十四点二岁 才到达情绪低点 心理学上 有人生满足感的U型理论 青少年很高 接着逐渐降低 直到约四十五岁最低点 接着随着年龄增长 满意度又会回升 终点这个阶段 我们承担最多的责任 责任未必一定的 带来很巨大 我们无法承担的压力 但他势必的是 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还有体力去承接的 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 因为步入中年了 我们绝对不太可能 我们的整个的体力 心力上面 还像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这么样子的有活力 事实上男女应该没有差别 只是女生比较愿意求助这样子 所以女生是很明显的 求助行为是比较积极的这样 对那男生可能很多人 当然就是要表达这种焦虑 软弱或是 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讲 人设上的困难 造成中年危机的并非更年期 男女都会遇到 特别是女性可能会更加困扰 担忧自身魅力 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 同时各种青年 未承担的事情接踵而来 焦虑感随之浮现 外界的压力生活上的事件 都是蛮多的 我觉得有时候也蛮喘不过气的 这样子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中年其实也是一个 其实我们心里正在慢慢变化的 一个阶段 到老年也许就是 对 小孩也长大了 然后你那个难关也过去了 然后你也退休 或许好一点这样子 就是现实上 另外就是说也许有的人中年 他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真的有好好思考 所以他其实经过了一个过程 他就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 年长者不只比较能 坦然面对错失的机会 又一种状况是 对未来不像年轻时 在抱有过高期待 但医师还是强调 每个人遇到状况不同 并非各年龄的情绪都相同 而是都在学习找寻自己的价值 我可能就是午休 利用午休 因为可能回去做完假日 可能晚上11点 12点可能就不会利用 那个时间再去运动 我就是透过这个午休短短的时间 然后我去跑步 或是去偷偷懒 对 然后晚上可能我做家事 拖地 晒衣服 不收衣服的时候 我就听耳机 听音乐 然后去做压力的排斥这样 不要定一个让自己过度的劳累 或者是说其实就是 不太现实的一个目标 因为那个只会让自己的压力过重 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就更焦虑 不要为了我们冲刺事业 或者是我们照顾孩子 或者是老人家 我们就忘记照顾自己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模式 千万也别忽略压力调节的重要性 疫情前每年有将近2.5万人 出国打工度假 而这个数字在疫情后逐渐恢复 有些人想要出国体验生活 看看世界 但现实跟想象难免有一些落差 穿着荧光背心 这是Nick在澳洲打工度假时的工作记录 去年决定辞掉航空业的上班族工作 在30岁年限前勇闯一次澳打 但过程不如想象中的美好 原本想要找到一些 在餐厅可能是当服务生 或者说在咖啡厅 可以接触咖啡的一些工作 但后来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找到 然后就是在澳洲当外送平台的司机 可能以前的生活 我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再当一个上班族 那突然转换到一个全然劳力的工作 是身体上是真的非常累的 累的程度好像跟原本认知 好像出国打工度假 是有一个度假的成分在的 那个落差蛮大的 住进全澳洲最有钱的郊区 却也看尽人间百态 餐厅求职碰壁 意外让他体会到什么叫种族歧视 我自己去亲身去店家的感受 就是觉得 好像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店家好像没有那么热情 在澳洲已经待了十几年了 已经拿到澳洲国籍的韩国人 他说你听了可能会不开心 但是他就很直接说 是因为你的肤色 一周上班六天最多每天十二小时 体力不堪负荷 别人有的完美体验 在他身上都没发生 甚至一度想打包回家 出发前与出发后的认知落差 Nick说这是澳洲正后群 但若重来一次 他还是会做出同一个选择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去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一些 想要考虑去打工度假的人的 一些想法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是花掉自己的时间 去打算做这件事 那在这一年 或者说有些人是三年 有些人可能是更久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想要获得什么 同样有打工度假经验的 还有萧群 当年他选择到日本圆一个梦 出发前就做好心理建设 让他没有太多粉红泡泡 和不时幻想 但实际到了当地 仍然经历一段适应期 刚去的时候 日文程度没有这么好 所以可能在工作上 会遇到同事或是客人 会对你有一些责难 可是当然就是自己的选择 所以就慢慢去克服他 所以其实过程当中 当然还会觉得很孤单 根据网络温度计调查 十大热门出国打工国家 一到三名分别是澳洲 日本加拿大 疫情后国门大开 不少年轻人踏上打工度假之旅 外商猎头公司顾问认为 明确知道自己为何而去很重要 打工度假他的本质还是在度假 打工是顺便 蛮多都是他们在一个地方 做了一阵子 然后赚了一点钱之后就去玩 然后玩到把钱花光 然后再继续打工 这样的循环下你要说 你在专业上有一个很大的卖星 这个是蛮困难的 对于白领工作而言 打工度假的经验不一定加分 若是在职业关键期去打工度假 反而可能扣分 既然你这些经验 它不是加分 那万一你刚好又在海外打工了 蛮长的时间了 比如说一年或两年 那这个就会变成你的职业 中间会有一段蛮长的空床期 你如果是有志于从事 白领阶级的植入 而且想在职场上 爬到一定的高度以上 然后领一个不错的薪水 那或许你该思考的是 你可能不该浪费这个时间 如果是想要对工作 有加分的选项的话 我会建议那可能不要考虑 打工度假 你如果是一个胸怀四方 然后非常有志向的 国际化人才的话 你应该考虑的是 在国外去找一个正直的工作 来好好拼搏 列头公司顾问鼓励青年 在就学期间 可以尝试打工度假 但在毕业后五年的 职涯年龄红利期 尽量别浪费时间 每个人想打工度假的原因 都不同 只要想清楚 别留下遗憾就好 TVBS新闻 罗世彭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诈骗手法 钓鱼简讯诈骗案通常都会说 你忘了缴交费用 让你一不注意就掉进陷阱 尽管现在线上刷信用卡 都会要求你再三确认 再给出OTP验证 所以尽管你申诉这是这一款项 银行还是会说 这是你亲自给出的验证 导致现在银行要退你钱 恐怕很难 收到简讯 看到自己有带缴的水费 电费 过路费 通常不少人会话不说 点开连结 然后开启一连串的线上支付 远通的真的很像 一模一样 看起来真的一样 然后点进去之后 你也不会想太多 你就想说就50块嘛 就输入密码 就信用卡密码输入完之后 怎么会有一笔 就马上输入 然后讯息就进来 9万多马上要刷掉 尤其线上刷卡发展以来 信用卡倒刷事件层出不穷 一开始只要输入卡号 跟三码的安全认证码 后来衍生出要有 OTP简讯验证 但是当你一给出验证码 想追回争议款项就很难了 他说因为我们在输入验证码之前 上面都会有写什么 就例如说外批还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没看清楚 输入验证码 所以他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一次性的验证码 等同于持卡人收到简讯后再输入的 代表你是同意这笔款项 当然银行认定这不是争议款项 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 相较于比较不利 但是诈验他不是只有单纯的射击技术 或漏洞的操作 他还有很多是操纵人心的社交工程 譬如说钓鱼网站 假冒应用程式 然后包含技术的手机中毒等等 这些复杂的诈骗方法 或者我们就把它说是社交工程 他已经超过单纯依靠民众的自觉 或者是警觉 可以完全防范的一个范围 根据金融消费评议中心资料统计 一直以来争议案件最多的都是保险业 但是近来数据开始悄悄变化 申请案件从110年的8904件 111年暴增到5万多件 112年虽然下降了 但其中第四季要注意的是 虽然还是以保险业务居多 但是银行的申诉案件 来到百分之23.14% 常见争议果然大多数都还是消费款 其他还有申请换发 或者是风险说明等等 只是这样的数据 专家分析跟诈骗案增加 有大多数的关联 简讯的内容看起来就是那个不顺 就是有错为之或是语句不通顺的地方 这有可能就是一些诈骗的讯息 还有接下来就是那个电话号码 如果是没有号码显示的 或是他开头有加字的 例如加2加886 或是他的内容是有协迫性或是威吓性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赶快汇款的话 可能财产就会被强制执行 这类型的语句 现在信用卡线上刷卡都会有增加验证 而简讯内容也都会强化 像是金额的辟别 现在改用中文显示 就是要避免混淆 层层防堵也希望能够阻断 诈骗集团的嚣张企业 后来衍生出取得你卡号后 直接绑定Apple Pay 因为手机钱包加入信用卡支付 除了卡号 到期日就能使用 去年底前曾经发生过不少个案 金管会现在要求同样要有OTP简讯 更要持卡人当初申请注册时 绑定的同一个手机门号 3C时代蓬勃发展 一只小小手机可以做很多事 尤其购物付款随时随地都能办到 导致诈骗形态开始慢慢转变 只是相关单位也要走在前头 不能总是等着案件发生了 才发现旧有的模式 有漏洞存在急忙不破网 TWB新闻中的容秀伦台北采访报道 收到科技资讯发达 现在学生取得资讯快速 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也逐渐淡化 跟老师的消除渐渐展换成 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也使得老师的地位出现 低落的情形 在台前和台下学生分享经验 在大学法律系执照多年的方老师 正聊着自己在美国法律界的经历 台下几名学生来自不同科系 除了法律系 还有金融系 保险系 国贸系 所学虽然不同 但对于专业的法律知识 兴趣非常高昂 大家对于学校上课这件事情比较放松 可以上课会玩手机 睡觉吃饭 那我们未来要可以赚钱 或是什么之类的话 就会比较愿意去学一些 认为说未来比较展望的东西 有着法律传播双十位的方老师 大学任教有多年 来来去去看过不少学生 他坦言随着时代改变 准时重道的观念 逐渐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更亲密的 亦师亦有关系 一个原因是因为稍纸化的氛围 大家可能都觉得说 教职这个工作 好像也是一个 不是很有稳定保上的工作 那再加上说 因为这几年 我们的大学教授薪资 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像国外这样的薪资 这样的这么高 那这部分当然大家都觉得说 教授是不是一个 这个工作压力大 又要升等 然后看起来 因为好像没有很有保障 专家分析几点 教师越来越低落的原因 其中教职压力过大 得像保姆一样盯着学生 饿舍薪资待遇无法提升 点出二十几年前 师大分数非常高 但随着教师地位 江河日下 录取分数也越来越低 不仅老师有所体悟 学生也很有感 有老师好像比较不敢批评学生 就比较不敢骂学生 就是可能怕学生不高兴 然后会被家长 会被家长骂 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时候 就在后面玩手机或是聊天 然后戴着耳机追求之类的 过往前台大校长管中敏 才在演讲中点出 全台湾有55%的大学生 也就是过半人数 觉得自己选错科系 自然而然在大学本科 学习兴趣变低 变成交差老师 反倒是这几年 专业技能在职场吃香 相关的辅修或者通试课程 包含会计 土木 AI科技 还有攸关健康的营养师课程 都很吃香 比较让自己知道 自己摄取什么营养 可以让自己比较健康 通试课你会选 跟基础学科教育不同的是 学生们对营养课程 还蛮有兴趣的 尤其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特别的兴奋 尤其是讲到关于减重 跟饮食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而课后有几名学生 会留下来问更详细的问题 曾有学生反馈给我 他说学营养可以直接 应用在生活里面 他觉得很棒 学得非常的实际 有的专业营养师执照 江先生经常开班授课 有鉴于大学讲师地位低落 江先生表示 这几年受到健康观念兴起 国人对于营养摄取更加重视 营养师的出路待遇也随之高涨 在教学过程当中 可以感受到 学生学习的兴趣比较高 教授老师跟营养师的教学上确实有不同的地方 教授老师多半于是在大学或是研究单位 做着研究或是高等教育 而营养师的教学更丰富于技术层面跟应用层面上 所以他未来不只是在学校 更有可能多是在社区或者是医疗单位下工作 因为营养师不只要求学术性 更多应用性跟技术上必须要跟业界多连接 再者随着民众对健康跟营养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了 营养师的地位在教学领域上已经不同以往了 而且辐射范围是更广的 像是社区医院医疗相关甚至是生技产业 这样高实用且高需求在教学上面得到了青睐 吃香的专业讲师课程具备三大要点 第一是有跨领域整合能力 第二是课程有国际沟通获得协作能力 第三是教学当中具有永续发展的目标 如果在教学课程当中有三大要点因素 学生学习兴趣增加 这一类领域的专业讲师 第一位也会逐渐增加 相较于20年后的今天 我想在大学的部分大概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那当然可能就是要看说 我觉得应该要看说你大学教授 你的我们的领域是什么 我觉得领域也会有差 但是职评来说在很多的领域 如果是一个比较弱势领域的部分 那的确会让人感觉到说 教师地位将和日下 专业讲师逐渐加温 教学课程当中如何运用改变 考验老师的智慧 台北荣种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 到目前为止已经治疗了200多位的病人 治疗节胰脏癌的比例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比例是非常高的 大家知道胰脏癌素有癌亡之称 过往大部分的病人一旦听到自己不幸得胰脏癌 多半都会选择放弃 而事实上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是手术治疗 每一次做完疗程 遵照肠胃镜最后照电脑断层之后 被医师发现胰脏有个阴影 经切片后确诊罹患胰脏癌第三期 我很幸运可以做到重粒子 然后在北荣这边也有很棒的胰脏癌团队 跟医生们他们很细心照顾 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棒 很完整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系统 我就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因为胰脏体部有肿瘤 一开始先做十次化疗后 肿瘤呈现稳定 在医师评估之下 接受十二次重粒子治疗 过程相当顺利 目前肿瘤变小 陈女士她的这个肿瘤 其实是有吃到 以及侵犯到附近的血管 那确实她也有侵犯到一点点的神经 所以她一开始呈现的是一种腹痛的感觉 经由我们的这个肠胃科转介到重粒子这边来 鼻脏胃在后腹膜腔分为头部 体部 尾部等三个部分 是一个兼具内分泌与外分泌功能的 狭肠型线体 它隐身于肠胃道之后 出其症状容易与肠胃不适混淆 同时在照超音波检查时 也容易因为肠气而影响叛毒 一脏周遭有许多重要血管前后围绕 因为癌症初期症状不明显 癌细胞在逐渐生长的时期 直接侵犯到胰脏附近重要血管 有高达85%的胰脏癌 出诊断时就已经无法手术治疗 九成病友会在一年内死亡 随着医学进步 重粒子让不少胰脏癌病友不放弃 多了一线神级 我们的病人治疗之后 有经过外科医师的认证 照射之后它可以看得很干净 它在整个的样品上 其实没有多少癌细胞 就我们这个整个配合上 包括化学治疗 加上我们和外科整个团队的合作的话 事实上讲 我们就给病人带了很多新的一个希望 有一些基因突变有可能造成一障碍 那它主要难以发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我们腹部比较深的位置 那在那个地方因为不是肠胃道 所以病人可能不一定会出现一些便携的状况 所以常常等到发现的时候 是因为肿瘤比较大一经 侵犯到旁边的神经 重粒子在乳癌的角色相对就是比较少的 那至于在食道的话 目前的话是在日本那边是有针对早期的 第一起的食道还可以以重粒子来做治疗 而不需要开刀 现在重粒子的适应症几乎是全身各处 对都可以 它就是适应症来讲的话 主要是说有明显可见的肿瘤大小 然后在附近的这行器官 可以达到安全的前提之下 那现在的重粒子适应症 已经慢慢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我们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已经成功治疗了好几例的病人 一开始也是不能够做手术治疗 可是经过我们的化疗 再加上重粒子治疗之后 我们发觉竟然后面变成可以手术 而且可以完全治疗成功 我相信这个的话 我们在持续增加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经验 也希望把这个成果发表到国际上的期刊 我认为这是对胰臟癌的治疗带来一线的曙光 重粒子治疗是过去许多被重视为困难治疗的癌症 带来新的希望 针对顽固型的癌症和特殊的肿瘤位置 强化癌症治疗能量 照顾民众健康 台湾的柠檬品质很好 许多知名的饮品店都指定要用在地的柠檬 作为招牌的饮料 屏东酒如香 柠檬的产量更占全国的六成 所以有柠檬故乡之称 不过有个状况就是 今年的产量恐怕受到去年小犬台风的影响 出现延迟性灾害 以往春果是柠檬产季丰收 但现在却稀稀疏疏 用衣颗颗新鲜柠檬榨成汁 再做成冰凉冷饮 夏天到来首阳饮料店 接连推出柠檬饮品 但业者坦言 柠檬价格居高不下 近几年市场价格波动起不大 是因为汽油的关系 感觉价格上有时候偏低 可是近几年来感觉 逐渐的比较偏高 因为我们用量蛮凶的 那价钱提高 其实我们在于很多成本部分 是要自行去做吸收 台湾柠檬品质好 许多知名饮品店都指定要用 再定柠檬 其中屏东柠檬种植面积占全台七成 九如香更有柠檬故乡之称 由于柠檬具中年开花特性 全年都可生产 其中在每年二到三月开花 七到九月盛产 但今年产量大减 农民丝毫感受不到收成的喜悦 以往在六月这个时间点 柠檬树应该整棵都是果实 但现在看起来却很稀疏 农民说受到去年小犬台风影响 导致今年春季柠檬出现延迟性浓水 减产超过五成 去年的话是整个都是柠檬 像这一棵的话 大概只剩下三成的量而已 实际到产地农民较苦连天 受到去年多个台风侵袭 枝条损伤 柠檬春果结果率不佳 能采收的柠檬相当有限 果树的根有受到损伤 所以今年的开花 虽然有开花 但是结果率不是很高 如果好的话 像去年的话 说得到快十万吧 今年的话可能五万可能又很难 气候影响下也导致柠檬落果严重 地上好多已经腐烂的柠檬 让农友血本无归 气候的影响才会落果 一棵最少有三个差两分 剩下一分 已经落了两分了 在开花过程 花雅形成的过程 就落果 到现在可以形成起来 只有一半 那整个卓果率就 过去这个阶段的一半而已 那从产量 还有我们用肉眼去看整个统计出来的数字都是如此 根据农粮署资料 今年柠檬收获面积两千四百九十二公顷 预估年产量三万七千一百七十二公顿 较常年减产百分之十一 产量少但近期价格却直直落 酒儒香农会指出 柠檬价格从农历年九十一百块一斤 但近期从三十四十元一斤 跌到十三块跌了九成 认为柠檬减量又减价 价格相当不寻常 去年五月份还三十块 现在已经剩下十三块 但是量还没出来 是要到七八九这三个月才是量产 那我们希望说 有相关单位应该协助农民 共度这个难关 因为在我们平北地区 作物项很多可以随时改来改去 那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健康的柠檬产业 也希望说能够维持下去 农粮署解释 近期柠檬价格之所以下跌 可能原因在于加工厂 多在盛产期七到九月 才会大量采购柠檬原料 加上还没进入盛夏 饮料店需求不高 连带影响柠檬销量 而有的农民提早采收 成熟度不足 品质不佳 也影响到市场价格 今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柠檬的供应量少 价格很高 那有一些部分的一些农民 可能会提早去采收 那因为抢轻的一个结果 那造成采收的柠檬成熟度高 表力比较厚 那榨汁率也比较低 那也导致这个食用的品质 会比较差 依照这个产销的状况 那必要使采取相当的一个产销 调节的一个措施 来稳定我们的一个价格 盼政府出手协助 柠檬价格回归市场机制 让农民一整年辛苦栽种的心血 得到应有保障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屏东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